网络热门快根植物推荐,一夜龟 哈喽大家好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有意思的快根 今天就决定是你了,一夜龟 本节目由小新名下所有店铺赞助播出 一夜龟植物店内有寿 首先我们按照国际惯例先来了解一下一夜龟的家族史吧 一夜龟,快根植物防几棵千金藤鼠的 千金藤鼠原产于东亚、南亚、澳大尼亚、亚马蝶 对对对 反正代亚的都有它的存在 它们在园艺方面显为人知 本种为草本植物,多年生,高达一米,巨大的木质镜 叶片呈钝形,螺旋状排列在镜上 叶熊花有六至十个鳄片,三至五个肉质花瓣和六个花药 雌花和熊花一样有三到五个花瓣和三到六瓣花柱 果实为和果 千金藤鼠的本名是源于希腊语的同源词 意思是皇冠 在我国千金藤鼠其中的一种粉房几 是我国五十种基本中药之一已被收入至汉芳籍 这种植物分布于中国的浙江、安徽、福建、台湾、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和海南 生长于村边、旷野、路边等灌丛中 粉房几肉质主根入药、胃、性苦、性寒 功能是去风、除湿、泥尿、通宁、内含多种的生物碱 其中粉房几防止风湿关节炎和高血压均有效 有小伙伴说 中国是快根植物的荒漠 一切快根都是博来品 此刻统统被打脸 原来我们本土的快根植物都变成了吃的补的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 只是它们是快根植物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和我们说呢 得了吧 别挨骂了 接下来就来聊一聊一叶龟本龟吧 一叶龟 就称LOWA龟 原产于泰国 原名LOWA 没错 就是华为的那个子品牌 是超新兴的意思 每个生长点只会出一片叶子 其幽蓝的叶片和富有蝉翼的造型为大众所喜爱 拥有荷叶状的叶片及荧光色的叶脉 它就是非爬藤类的山乌龟 出生叶片呈粉紫色 小而圆 下行种 夏季叶片生长较快 一叶龟对水的要求不高 三五天浇一次水 阳光充足一些叶子才能长得好 夏天避免暴晒 不然叶子会枯萎 甚至连球径都会被晒伤 一叶龟对土壤要求也不高 选择疏松透气的土就行 可选择一半棵地土 或利用仙人掌多肉的混合土也是可以的 因为其源产于东南亚至澳大利亚等地区 尤其是印度泰国等地 在它们的自然繁殖地中 它们的生长主要是以石灰岩为主的落叶树林中 在温暖干燥无冻霜的环境下 这种植物生长良好 在任何的环境土壤都可以顽强的生存 冬季养护的时候 夜间最好保持在10度左右 白天温度高出几度 千斤腾鼠 需要阳光充足通风良好 不过对于潮湿的环境 它们从春天开始生长到秋天 静夜枯死 度过冬天后又重新的长夜 在夏季 它们需要适量的浇水 以保持土壤均匀 湿润 冬季休眠时应该完全的断水 注意不要过度的浇水哦 因为会腐烂死亡 盆栽的一夜龟 囚境大部分是在土外边的 只需要将底部 囚体的20%埋在土里就可以了 可以用一些碎石 或者较大的科技土来扑面 使它显得更加的美观 一夜龟是龟中比较名贵的稀有品种之一 春季开花 雌雄易烛 一般体型好匀秤的富有蝉翼 尺寸为5厘米的一夜龟 市场价在300到500元 虽然样子和山巫龟差不多 但跟普通山巫龟比起来 叶子更大 颜色更好看 而且不拔藤 是它的优点 最后 小新推荐植树 四个星 深深的墨绿色原叶 可可爱爱萌萌的 配上这冷酷的颜色颜值爆表 拽萌拽萌的 这种有产业的植物摆放在书桌上 看着也是一种feel 那我们下期见吧 再见